不如我們請教腸胃肝臟科 專科醫生跟我們說 鹽症性腸病有請范探庭醫生 有請…歡迎醫生 范醫生, 你好 你好, 請坐… 歡迎范醫生 范醫生, 我想知道 其實腸病和鹽症性腸病 兩種有什麼分別? 其實怎麼會分別? 不如我們說說腸病 其實腸病是分什麼? 其實腸病是分急性和慢性 急性就是病徵大概 一、兩個星期就會痊癒 多數都是感染性的 例如感染病毒、病菌的感染 慢性就是病徵持續久一點 起碼四個星期 鹽症性腸病 屬於慢性腸炎的其中一種 當然慢性腸炎 也可以有其他原因 例如… 例如感染, 亦可以有肺禄葵感染 或者藥物影響 都會引致慢性腸炎 香港這個說法普遍 香港也不算是非常普遍 不過你知道鹽症性腸病 以前一直都說是西方國家比較多 有數字差嗎? 現在發現這幾十年 其實在亞洲或香港 都開始越來越多 根據中大數據 幾十年前就是三四十年前 1985年發病率 每十萬人只有0.1個病人 很低 對, 但是大概2013年的數據 已經不同了 每十萬個已經有三個 就是說這三十年裡 其實是增加了三十倍 很多 對, 是的 鹽症性腸病 發病的話, 有什麼病徵 基本上鹽症性腸病 我們可以分為兩種 剛才提到股陽性結腸炎 這個病, 其實發炎的情況 主要是牽涉到腸道的黏膜 是, 表面那一層 他們一定會影響的就是植腸 大家都知道植腸 一定會的 一定會 股膜對上就是植腸 會植腸發炎 有什麼病徵走出來 你想像到如果植腸發炎 最普遍就會磨血 對, 或者是磨黏液出來 或者有時候病人會感覺 好像很急, 但又沒有什麼磨出來 對, 第二個階段呢? 第二個, 第二種 第二種, 不是階段嗎? 不是階段, 未必一定會這樣 對, 未必一定會這樣 對, 未必的 第二種 第二種 就是除了植腸發炎之外 也會牽涉左邊 我們稱之為左邊的腸 就是乳結節腸和降結腸 都會牽涉 那病徵又會怎樣呢? 病徵除了我們所說的 會吐吐、吐血之外 可能會有肚痛 這個會吐吐? 會痛, 對 去到那種呢? 另外有些病人 其實他會比較嚴重 他發病的時候 都發現是整條大腸都發炎 他的情況就是 除了剛才我說的那種病之外 他會有發燒 另外會覺得很累 排便的指數也會非常密 好, 第二種是什麼呢? 第二種是… 這個病是炎症性腸病的其中一種 這個病的影響比較廣泛 由整個消化系統都有機會 不是吧? 從口腸開始一直下去? 沒錯, 從口腸 從口腸開始到肛門位 都有機會影響 這個跟剛才的古人性腸腸炎 有些不同 他除了發炎之外 有時深入 他可能會影響腸道會收窄 甚至會影響 會形成漏股或龍泡 好, 他的病徵 很視乎他影響的地方在哪裡 譬如如果他影響小腸 某些位置 可能會影響他的吸收 可能會影響他吸收 會令他噴血或營養不良 或消瘦 如果譬如他影響… 如果令他收窄, 就像剛才我們所說 有阻塞病徵 如果影響大腸 他可能會, 剛才所說的 肚窩、肚痛、發燒之類 當然他的特色跟剛才的有些不同 他不會說是連續性 你看到他就是… 我們稱之為Skipulation 即是說不會是連續性 一塊一塊的 可能這裡影響一塊 這裡影響一塊 就不是連續性的 對 對 如果不遺疑或沒有理會問題 拖延了病情的話 會有什麼健康風險 或者會不會有併發症呢 會, 這類病的嚴症 如果不能控制 長遠來說 當然病症 例如經常要去廁所, 窩血 當然對病人或是肚痛 對病人的日常生活 他的工作 甚至乎學習都會有很大影響 整個生活都會有困擾 沒錯 另外也會影響他們的情緒 你想像一下如果病症控制不到 他們都會有些不開心 情緒的影響 如果長遠來說 其實就會影響到… 有機會要做手術 譬如剛才說的 如果急性大腸發炎也很厲害 有些病人一月入院 可能真的用藥物都不行 可能他要做切腸手術 有些疾管或是龍泡的病發症 也需要做手術 還有沒有其他發展 譬如他測腦時 會否影響其他器官 或是會變成癌症 會, 你說得很對 因為這類的嚴症 不僅僅影響腸道 有些病人會影響眼睛發炎 關節發炎, 甚至影響皮膚出疹 如果長遠, 例如我們所說的 悔癌直結腸炎 我們經常擔心長期發炎 會增加腸癌的機會 那范醫生, 怎樣去檢定這個疾病 如果是診短 我們什麼時候都要跟病人開討 就要問診 如果是要確定診短 其中我們會做的是抽血 看病人有沒有憑血 他的發炎指數是否高 另外, 有些大便檢查也可以 例如要排除感染性細菌、病毒感染 另外, 有些大便有些軌胃蛋白 我們也可以去檢驗 比較新的檢查 也可以看到腸道有沒有發炎 這個也很重要, 幫我們診斷 跟進他對治療的反應 如果檢查後發現病情不太嚴重 怎麼治療呢? 對, 如果比較輕鬆的病人 我們會先用藥 用其中一些藥 叫做5ASA 水陽酸的藥物 可以有口服, 也可以有罐腸 或者肝門塞進去都可以用 這樣視乎病人發炎的地方 在哪個位置 但如果不幸到嚴重的程度 傳統的方案又如何醫治呢? 如果剛才用的藥物都不行 我們就會進一步 剛才我們說的, 他們的嚴正 很多時候跟自身免疫系統都有點關係 我們會用一些藥物 是要降低自己的免疫系統 例如雷固醇 大家都可能聽過 可能有些免疫系統的藥物 都可以用的 好 好 那這個病有否可以斷尾 真的很不幸 這個病的確不可以斷尾 所以病人最重要是 對病人要有足夠的認知 知道這個病最重要是 我們要跟醫生配合 要持續控制病情、吃藥 如果在病發的時候 叫做發作的時候 我們希望可以用藥 控制嚴正 嚴正得到控制 他就會進入緩解期 相對是比較政治的嚴正 其實一般的情況 如果他可以維持緩解期 其實他跟普通人 都是正常的生活 謝謝范醫生 讓我們又認識這個病 和大家要好地 在生活上檢點一下 謝謝范醫生 有不明白的, 記得請教醫生 謝謝